歡迎收看電影宅宿佩,我是主持人Dudu 這兩天台灣遊戲權最大的消息除了 PS5 Pro 公開之外 想必就是今天要講的這則新聞囉! 大家熟悉的大雨資訊昨日發布了重大的決策 將旗下知名 IP 宣言界以及仙劍旗下傳 以新台幣 3 億元以及 2 億元進行轉讓 如此大動作的決策,想必接下來又會有什麼樣驚人的消息呢?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囉! 大雨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於昨日的董事會上 正式通過將旗下兩個知名 IP 轉讓 其中缺原件全球 IP 已約新台幣 3 億元 轉讓給香港歡動科技有限公司 而仙劍旗下傳全球除中國大陸以外的 IP 將以總價約新台幣 2 億元賣給中手遊集團旗下子公司 仙劍旗下傳 圈原件為大雨資訊旗下最具代表性的遊戲 IP 不僅單機遊戲受到歡迎,也推出過 MMORPG、延伸電視劇等作品 如今決定將兩大 IP 出售,果不其然馬上受到各界關注 大雨表示,此舉旨在為集團發展注入新的動能 並將資源集中於自研遊戲的精品化路線 此次 IP 轉讓也能為公司帶來可觀的資金注入 展望未來,大雨計劃推出改編自同名電影的恐怖遊戲大作 或許日後我們也有機會再次看到大雨打造出一款 紅片全世界的遊戲大作唷